喝完感冒藥躺下滑手机 男大生胃溃疡 不感冒 台中的一名男大生上个月也感冒了 他去看医师拿感冒药 也乖乖吃了 但他只喝一小口水 将药吞下肚后就躺到床上滑手机 隔天感冒没好 还出现胸痛胃痛 照胃镜才知是胃溃疡 他的溃疡其实很深的 有出血来情况 原来他吃的感冒药中有消炎药 消炎药是最容易想象未必的 吃消炎药时若没有喝足够的水 药物在胃里的浓度过高 会侵蚀未必造成胃溃疡 非内部存信的这些消炎子痛药 对于伤胃的部分 比如说非常常见 我们建议是最少要配开水 要100cc以上 这样水量才够 不只要多喝水 也不可以马上躺下 吃完药不可以直接躺下 至少要活动30分钟之后 在躺平 对未必来讲会比较安全 这时候要差不多都已经分解 已经对我们的肠道吸收了 比较不容易 你倒未必能产生 严重汇烊甚至出血的情况 这种新闻不能甘昏哦 报导